我现在在阿里的试泉河 我在这里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 小哥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过来的 重庆 重庆啊 哇我跟你说我在219都没有看到过骑自行车的 你是从哪边就是从新疆还是从 新疆县吧 新疆县 就是反骑往拉萨方向骑 对 现在这个天气太冷了 昨天晚上住帐篷吗 冷不冷 这里面零下15度吧差不多 零下15度 我在车里面睡我都冷我要开电视台 你这个帐篷里面怎么保暖呢 睡袋 睡袋 多少度的你那个是 我容1300克 你是重庆奇怪 吃了多少天了 你吃了多少天了 一年 一年了 哇塞你好厉害啊 你没有伙伴吗 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的 我看你这个帐篷还挺专业的 你自己做饭吗 还是 自己做饭的 我什么采放炉 我看看 哇高压锅 炒锅 里面还有一个包放衣服 充电宝 这是柴火炉 我看你这柴火炉 这路上你都有些时候烧柴火是吧 我一般都是烧柴火 我也带过那个 也带了一个卡子炉 很少用 你全程都是住帐篷吗 还是你有些时候会住酒店 我可以三四个月没住过酒店 真的呀 那这种219这路上好多地方 他们说有狼呢 你不怕吗 一般狼不攻击人 不遇到群狼就没事 是吧 那你 遇到群狼几率很小 你搭帐篷一般都是带那种有房子的地方大 还是 野外 野外 这种地方可能就是为了来充电 一般都是住野外 这个厕所可以 还有里面还有暖气 电充满了 不然就不充电都得住宾馆 不用住宾馆了 你这一年多都在外面吗 对啊 我说你是走哪些路线啊 就从重庆开始 重庆开始到贵州 啊 西藏 四川 新疆 河西走南都是甘肃 甘肃那边过来 然后你现在 接下来是到了拉萨过后 接下来怎么走呢 走318 从青海出出西藏 哦从青海出哈 我跟你说我在219走这么久 现在自家的人都比较少 还别说 我骑了那么久 就基本上没碰到什么骑性的 太冷了 对对对 这边阿里中线的话是真的 你走了阿里中线 阿里中线很难的 一般自行车都得推着走 白巴太高了 嗯 那边过去5000米以上 全是雪 哇塞 你除了马路 它是这种正常的颜色 嗯 它全是白色 嗯嗯 你过去你就知道哪分的 就是你从新疆那边过来 你看我这个车有问题吗 我那个面包车 摔了吗 没有 只有撞了一下 那前面有没有那种比较烂的路呀 走直到新疆 有 有几个大阪是在修路 嗯嗯 应该没问题吧 这种路 哦 这个很烂 那有没有中毒加油站这些有吗 就是 加油站有 这边全身基本上都有 就不用买富油箱哈 我这个只能开四五百公里 可能 加满意 219嘛 嗯 219不用 不用哈 216的话 枪塘无人区 那就要要了 啊 那800公里那个 那个我现在现在那边下雪 可能走不了啊 我说你这个是个什么牌子的自行车 我看看 Gianto 你带备胎的一些没有 我看你这个都磨光了 这个 它是个光头它有两个 哦哦哦 我这是 我先换的 哦哦 就从这里出发的 你点厉害啊 你 你的行李装上去得一两百 一百多一点吧 嗯 加超一百多一点 哦 我看你东西都是比一般的人都要少一些 出发的东西越贵它体积越小越轻 对对对 我刚刚看你那个彩虹炉都比较轻啊 就自行车最便宜 那自行车多少钱一自行车买它 一千 两千不到 两千不到 我看着还挺好的 这个 我睡袋就说自行车一个价格了 账风最贵 你这个是一千三百克的啊 一千三百克 哦 零下三十一度 睡着真的不冷吗 你说不冷吗 你看情况还是有一点点 要垫衣服 啊 垫衣服 然后弄点暖宝宝 弄个的水袋什么的哈 睡袋一般它是上面蓬松不冷 嗯 零下三十度没问题 下面是压着的 嗯 对 要垫衣服了 我以前以为 富伴你这个帐篷 我知道是比较专业的 你看你的帐篷也不便宜吧 然后你这杆子都换了 这 所有装备就帐篷最贵 这种抗风性好 那你今年回家吗 今年 就是今年骑回家过年嘛 哦 走那个 往重庆骑 进海到山西下去就重庆了嘛 嗯 新疆 确实好玩 吃的多是吧 全是平原新疆 啊 你在新疆待了多久 三四个月吧 三四个月 哦 新疆那边消费地 吃的也好吃是吧 吃羊肉 我从来没有去过新疆 我很期待 他们都说那边现在下雪 应该没有问题啊 开车啊 嗯 开车没问题 去南疆嘛 南疆 南疆暖和一点 新疆除了喀什 其他城市都一样 包括乌鲁木齐 嗯 去了新疆一定要去喀什 嗯 就像去了 来了西藏要去拉萨一样的 嗯 有这种感觉 其实并不是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没什么去的 去喀什 对 就是喀什 我现在对新疆的印象 就是好吃的多 哈哈哈 反正是吃羊肉 嗯 基本上羊肉为主 特别便宜 那你到那边都没有自己做饭了 不是我是买羊肉做嘛 哦自己做 哦 哇我太佩服你那几个月 几个月都没有住酒店 那你洗澡那些 就是去那种浴室 在新疆 嗯 几乎不用住酒店 它的停车场 舱车录营地 嗯 有水有电 还可以有沐浴室 真的呀 嗯 有的还有厨房 反正你去了就知道了 那边服务 那边搞这些很好的 是吧 就是营地就可以洗澡 对 像夜城可以洗澡 嗯 到处好像基本上县城 都有那种免费的营地嘛 就洗澡这些也不用花钱了吗 洗澡不花钱呢 不花钱 哇塞 那是免费的中午建的嘛 那我好期待 我好期待新疆 我从来没有第一次去新疆的 一般的人都是从 拉萨那边过来的 很少有返期的 很少有 一般到西藏的就去新疆嘛 注意安全 反正不要 还是这个路 看到有那种铁皮房子 你最好是在那种房子里面露营啊 有房子肯定住房子 有房子有时候住野外 或者桥洞 啊 桥洞家里面也安全啊 住马路附近就安全了 那你每天骑 大概骑多少公里啊 看路况 嗯 那新疆的话 一般是100公里左右 这边的话就 五六十公里 你骑车戴个头盔 你骑车戴头盔吗 现在也没戴 现在这个 就戴这个帽子 还是戴个头盔安全一点 戴头盔安全是安全 掉头发 哈哈哈哈 都在掉光了 哈哈 我就没戴了后面 哈哈 但自行车头盔都比较轻啊 没掉了 你做自媒体吗 拍一下视频吧 哦 公视频 他们说做自媒体的都会 都会熬夜掉头发 哈哈哈 那你带备胎这些了吗 备胎有内胎嘛 哦 内胎啊 平时就是自己补胎 哦 你后面哦 这边也没下雨 后面那个没有导力板 也装不了导力板 你看所有骑长途的 都后面不装 前面装 哦 你后面行李都挡住了 是吧 后面是行李挡 然后你按照那个货架是 装不了 挡里板 啊啊啊 你等一下 我给你拿点那个苹果 我还有好多优箱 来来来 拿着吧 拿着吧 这个是 我拿两个就够了 拿着嘛 拿着嘛 我还有一箱呢 拿着拿着 一路平安 代表啊 你拿着嘛 拿着嘛 不要客气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谢谢大家